皇上摆驾国子监 点了今年的壮严上来对对子 壮严狼这番回答 差点给乾隆气了吐血 直接问他是怎么做的弊 壮严狼倒也实诚 不仅承认买了烤蹄 还说就把他按抄在袍子里 甚至指了几处位置给乾隆看 这下皇上被气笑了 直接大手一挥 咬牙切齿的命令吓人 把这只肥鸭子拖出去烤了 乾隆长叹一口气 又传了甲克第二名 这次上来的是个瘦子 可看起来也不咋聪明 乾隆垂眼一看 有点嫌弃 问他慌慌张张的做什么 结果这人磕把半天 一句话都没说明白 乾隆无语了 索性直接出题 让他吟诗 也不用七步成诗 十四步之内做出来就行 朕要出的题目是正月 皇上不用十四步了 七步就肿 皇上您挺按这小圈 还不解吧 正月离了 正月走 我与那小妹妹们才是真情来 这小词唱完 给皇上脸都气绿了 直接命人将他拉下去 先打五十大板 再丢进大牢问审 哎呀皇上 按着屁股肿了 皇上 皇上肉了 来吧 哎呀皇上 乾隆干气的有点疼 也不想看余夏的考生 直接起驾回宫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宰相流落锅第二集 讲的是科举舞弊 被刘庸冒死举报的事情 两个考生的回答可是笑死我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补个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